好 再来关心菲律宾旅宋岛北部 周三发生了理事七级大地震 包括首都马尼拉在内的旅宋岛 很多地区都有震感 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至少五人 另外64人受伤 173栋建筑物受损 那总统马克思已经要求中央政府 为灾区提供支持 包括救援和善后的工作 还要求相关部门采取措施 防止出现进一步的损害 地震于当地早上 8时43分发生 镇中位于旅宋岛北部阿布拉省 多洛雷斯镇 东南偏东11公里处 镇源深度17公里 镇洞持续了30秒左右 镇中所在的阿布拉省受损严重 不少民房和建筑物倒塌 时时脱落 路面出现裂痕 居民都感到惊慌 纷纷走到安全地方躲避 省内的电力供应中断 据媒体报道 有医院出现倒塌状况 目前阿布拉省部分地区道路封闭 还在个别地区出现了山体滑坡等灾情 邻近的多个省也受到地震影响 本格特省多撞建筑物完全坍塌 有两人丧身 碧瑶市的居民感受建筑物震动后 都纷纷走到户外 以侧安全 南伊罗哥斯省同样有建筑物坍塌 汽车也被压毁 著名的班太钟楼也出现部分坍塌 游客金黄逃生 首都马尼拉镇港也明显 建筑物震动 有上班族紧急撤离办公室 聚集到路边B县 马尼拉地区的轻轨和铁路一度暂停运营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 此次地震为构造地震 强震发生后路得多次余震 总统马克思27号表示 他已要求中央政府为灾区提供支持 包括救援和善后工作 并要求相关部门采取措施 防止出现进一步损害 他强调暂时不会宣布全国紧急状态 除非情况恶化 马克思还说 他暂时不会前往灾区视察 以便当地政府专注于救灾工作 但他可能在28号前往阿布拉省 马克思又表示 政府有足够预算为灾民提供救援 富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